心血管疾病向來都是都市人的模型殺手 巴打台現特設免費檢測心血管硬度服務 可以有助及時發現心血管異常情況 能有效避免中風及心肌梗塞等多種恐怖疾病 有興趣參與的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 親身到巴打台地址,九龍青山道654號浪圖大廈15樓A室 或者致電查詢熱線55379521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保健食法是每天2粒 進階食法是每天8粒 健康四小補,可以令環症細胞自滅 阻止擴散,抑制環症基因活化及預防病變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回到第二節 大家知道印巴,印度和巴基斯坦 之前因為軍機事件 叫做米價21被人打下來 對家說有架F16打你 這件事搞得很費洋洋 現在說回美國總統 特朗普之前見了巴基斯坦總理 見完之後五個大廈公布 就說未來會賣1億美金左右 1億2500萬的軍售案 會給F16一個技術獨後勤支援 就是賣零件 賣零件,賣技術等 即是會有人過去幫忙 當然你會想,如果1億2500萬會做什麼 可能補充一些簡單零件 一些測試裝備 還有最大的訊息不是買東西的問題 最大的訊息是什麼呢 就是上次印度指控它用F16打我 這個指控是很嚴重的 因為巴基斯坦用F16 是要得到美國批准的 撿到你的F16蛋 然後有人說是台灣 其他人說不是 是整個去台灣先 因為一次過好像那些順風 到了,下一批再去巴基斯坦 所以這件事 如果美國現在肯賣東西給你 就證明一件事 就是它沒有制裁你 沒有制裁你 即是說上次印度的指控 應該不屬實 或者這樣說 就是美國人覺得 一眼開就一眼閉 你是兩兄弟自己插進去 所以我照樣賣 所以1,200萬美元 其實不是太多錢 很少的 但美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是OK的 就是少許維護費 維護費? 其實也不足夠它入餐茶 所以是OK的 另外印度那邊又說 新德里電視台發聲寫報導 在聲明裏面說 美國將會有些全天候監控戰機的用途 去看整個巴基斯坦的情況 但是印度本身有波音的C-17 好像是放給印度嗎? C-17 一架C-17嗎? C-17 應該不止一架 因為它說整件事是6.7億美元 6.7億美元就應該不止一架 可能兩架 不止 6.7億 例如一架C-17 幾千萬美元 但I-5也不需要一億 所以應該也在說幾架 不過是二手機,也不是新機 也不是新機 那些都是阿里桑那的沙漠機 這麼煤嗎? C-17已經停產了 一定是給你一些二手貨 一些退役,叫做封傳 翻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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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可以拿來用 可以拿來給你翻艷 可能印度經常跟澳洲做演習 那些Soul30 MKI經常飛到澳大利亞 澳洲那邊 所以看到有人說 那些C-17很棒 所以他想買到C-17 那C-17真的挺棒的 因為C-17呢 首先第一 C-5就只有美國用到 美國不會賣給別人 不會賣給別人 因為美國最高grade的東西 就不賣 例如C-5不賣 然後F-22不賣 最強硬的軍閘機 B-52都不賣 B-1B不賣 所以戰略的也不能賣 但是戰術的也可以賣給你 但如果賣得C-17給你 你也很朋友 很朋友 很朋友 你C-17 理論上是C-130最多 是很多 印度有C-730 理論上 只要不是美國 輕輕的朋友 都有機會入到C-130 C-17就印象中不多 可能歐洲有幾個國家 但是如果你計算亞洲很少 澳洲有很多 澳洲有五奇 澳洲其實是美國在亞洲的代言人 絕對是 所以一定是有的 印度現在有C-17 阿力斯華C-17可以玩什麼 裝進一個M-1 裝進一個M-1 有沒有機會印度進入M-1 印度不用 有沒有機會 有很多蘇式坦克 又是不滿 又換了你 有沒有機會 有可能 如果你運輸機用C-17 但是運蘇聯的坦克 會不會有些搞笑 擺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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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像有些搞笑 會不會有原機 講迷緊他有機會進入M-1 對 看看賣不賣給你 其實也沒有 但是如果連F-21都賣給你 是不是有辦法 我F-21就賣給你了 我最高機密的飛機都賣給你了 那坦克算了什麼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 我們只是跟Alex斷猜 如果出到C-17 是否有機會 有些美式的裝備 透過C-17 這樣運輸過來 即是你用得到C-17 你要運輸到美式裝備 有些規格 你是不是要考慮 採用美式規格 是可能的 始終你說 如果你印度 真的要擴充軍力 不是很大規模擴充 至少你換了一些新裝備 美式裝備 也是一個很大的選擇 因為俄式第一可能是舊 第二也未必很便宜 還有一個產能問題 產能問題也不給那麼多貨 如果他競爭對手是中國的話 如果他進入美式裝備來打中國 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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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差 所以現在你看回兩邊 當然美國這次最開心 就是兩邊都要有弱數 因為一邊就賣C-17 即是兩邊 兩邊沒有打 兩邊你買了一些工具 用一些工具都是我的 不准用我的工具 不准用我的工具 所以很有趣 今次說回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F16的機隊 大概有76架 也不少 他們說到有些是要中期升級的 原來他們還有很多 原來他們有些AB型的 是嗎? 但比較多的是CD AB是太舊 但不多的為數 有些是二手機 今次應該是有些 AIM-120C-5的飛彈 是 可以補充 是 即是說 巴基斯坦F16的軍備上 不是太輸洩 即是跟印度 因為印度會進入法國陣風 法國陣風 應該兩邊的抗衡 因為印度會進入36架 未來想進入36架 但原來對家有70多架 F16 也頂到 人家還說有僑隆 說僑隆的裝備 厲害 像陣風一樣 大家先聽著 另外我們要講一單消息 就是講中度條約 我們講到中度條約 INF 接下來很快失效 原來到了8月2日 過了8月2日之後 大家兩邊都各不相理 大家喜歡放什麼忠情 你怎麼放都可以 我們再講一次 什麼叫做中度 中度的有效距離 是由500公里至5500公里 所以如果射程 在這個情況下 5000公里以上 我們叫做洲際導彈 所以5500公里是採界的 即是已經是洲際導彈的級別 如果你可以放到這個情況 最開心是哪個軍隊呢? 最開心是美軍的其中一個軍總 就是陸軍 因為陸軍可以部署飛彈 陸軍大家知道 現在陸軍聚不聚不聚 和其他海軍和空軍聚不聚不聚的地方 就是空軍有飛機 飛機可以入到人家很入 射飛彈 所以他的攻擊範圍很大 海軍也可以 因為海軍也可以射一些很遠的 例如我們經常說TOMAHOCK 所以海軍的攻擊範圍都很大 還有F18 可以有艦載機 但是最慘的陸軍 陸軍最遠的就是APAKE 對 有什麼事找兵用要叫空軍 對 好中支援 我都跳了 要叫空軍 對 或者要陸上打擊就找海軍 對 不過我試試看TOMAHOCK 先打他 我定的機器都沒有 只有直升機 直升機 APAKE 又飛得夠短 又飛不夠長 對 所以對陸軍來說 最慘的是他的火力不夠遠 最大的那部就是MH-47 沒有了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但是現在他們可以怎樣玩 如果他們可以佈置導彈差很遠 因為如果導彈歸他管 放下去 導彈很遠的射幾百公里 反過來他又可以射到最遠 多點優勢 變成他的家當多點 如果我玩導彈 現在是國防撥款 是否有彈彈 除了海軍和空軍可以滅國 陸軍也可以 陸軍和滅國 我放幾架導彈車就可以打你 我也可以滅國 那就很恐怖 所以如果這一枚 你問我們 最開心的是美國陸軍 這次是一個叫做PRSM的導彈 現在我們叫做一個 雷神和Locky Martin 新型的導彈 取代現在有一個叫做ATACMS的導彈 原本大概射300公里 現在可以射到幾千公里 數據沒有說幾千公里 幾千無三無幾 無三無幾 但鬼都不是這樣說 但是你當2000來 就嚇死你了 2000已經起碼像Tomahawk那麼遠 所以射程已經相當恐怖了 歐洲射幾個國家 以前越戰的年代不是有些潘興的 那些是很遠的射到 那些是很遠的 所以如果你佈置一個在南越 射到大陸的 挺厲害的 其實他是用來頂著蘇聯的 就是蘇貢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打他 一個是禁制 一個是禁制 所以那時候 但是後來有中度之後 就要把潘興全部拿回美國 就要裁減 所以其實中度條約是綁兩邊的 那現在美國人不用怕你 還有他可以打一個叫做HEMERS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大概半年前還沒說 現在美國有一個新策略 就是有那些火箭車 裡面的HEMERS 裝了那些火箭彈 火箭彈進來做導向 然後火箭彈進來做導向 然後火箭彈進來做導向 很準的 大陸經常說用HEMERS 類似HEMERS的戰術打到台灣 200公里 但是有些軍評家說 軍事評論家說 大陸那些射過來被風一吹吹 歪了 你也中 但是中了第二度 好像以前 打台北就變成了打台中 就是以前的V1、V2火箭 二次大戰那些 拿去挑挑你就會飛到第二度 轉了就變了 因為你的GPS是比較差 但是美國這個是準的 還有最恐怖就是 它擺起兩棲攻擊艦 擺上去射完 然後找一架C130就走 然後再來再走 不停換 不停打 是相當恐怖 那陸軍也可以玩這招 如果陸軍還有大量部署 因為美國的攻擊艦 都是用C130 陸軍一早都放在那裡打 登停換彈打 是相當恐怖的 現在美國的C130 是相當恐怖的 現在美國正式 如果美國正式 如果俄羅斯 如果俄羅斯 現在美國的情況 就是俄羅斯 是不會遵守中道的 所以美國 就不會再遵守中道 美國說不遵守 即是不會再簽了 到期 就不會再簽了 不遵守 總之大家一起擺 如果一起擺 就當然不遵守 因為其實美國多你很多 歐洲最害怕 歐洲很害怕 我想英國是害怕 法國也害怕 其實只有一個國家 西班牙 葡萄牙 一嘴邊 有什麼事我會說去巴西 巴西 剛剛葡萄牙是一個國口位 西班牙都差不多全境覆蓋 暗炒 差一點點 起碼是葡萄牙高山 我的高山另一邊擋住 你知道會不會跌不跌 很難跌下來 你剛剛說什麼 給你遊士山 剛剛擋住兩個國界 全部斜角在這邊 起碼擋一擋 其實俄羅斯是不著數的 這件事你看看 另外說到伊朗試射 伊朗試射一個流星三型 最近伊朗很沒空 伊朗很沒空 他是不是之前扣了英國船 扣英國船之後 英國國防部或外相說 你不可以用這些手段 反制我們英國 台灣人很笑 你好像不夠水面蠟隻過去 不夠水面蠟隻過去嗎 二十多隻好像不夠 但是他不要忘記 英國的大哥 後面還有一個美國 當然 其實從來美國的盟友 最開心的是 他們不厲害也好 大哥很厲害 他現在明明是開門打狗 先打狗 現在先打狗 所以伊朗要看 究竟這個關係 應該怎樣跟英國處理 伊朗試射了一個射程 一千公里的流星三型 一千公里的問題就來了 一千公里可以打哪裡呢 一千公里 很近而已 其實一千公里 他打以色列都很穩的 是穩穩的 國境最東去最西 最北去最南都差不多 但是他可以打到沙地阿拉伯 他可以打到盟友 尿沙仔嗎 可以打沙仔 伊朗和沙仔是世仇 一個是波斯人 一個是阿拉伯人 一個是什葉派 一個是順利派 兩邊是大哥 沙特就是順利派大哥 你就是什葉派大哥 其實什葉派也只有你 不要緊 他用敘利亞 最重要是因為你沙特就是阿拉伯人 我就是波斯人 波斯人 兩大古文明 衝突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過一千公里的導彈 你問美國 美國就完全不怕你了 因為如果你只要不遮蓋到以色列 理論上他就不會太怕你了 所以這次研發這個地方 射到一千二百八十公里 勉強打到以色列 但其實以色列應該是不算太怕的 如果你真的一千公里到以色列 你都差不多 其實不准的 不准和很容易擊落你 因為你都不是叫做轉彎機動很大 但是有些導彈的機動性是不強的 這些傾向是彈道的 傾向是彈道的飛彈 比較容易擊落 因為以色列會深入我的鐵窮系統是強的 還有外國者 他的外國者和沙特的好像有點不同 沙特的會打不中 以色列會打得中 是不是有以色列零件 我要去檢查一下 不是,我的人比較聰明 心算力一點 懂得控制一點 懂得控制一點 心算力一點 我這套軟件都是在猶太人寫的 那也不奇怪 那些紙質寫也不奇怪 但你看到伊朗長期要威脅到美國朋友 用這個來做籌碼就跟美國講數了 好,這一節來這裡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保健食法是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是每天八粒 眼復齡能預防視力衰退 改善非蚊症 修補視覺細胞 降低手機藍光對眼睛的傷害 產品查詢熱線 5537-9521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顧法 浴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